美艳羊吼了一声吓得喜艳羊把脸遮起来 这一幕居然有点甜甜的 勇闯四季城里有不少美艳羊和喜艳羊的高厅互动 在勇者试炼获取武器的时候 喜艳羊早早通关在外面等候 他非常担心美艳羊和汇特兰 当他看到美艳羊出来时 立刻飞奔过去韩娜的名字 美艳羊也瞬间喜笑颜开 送给他一个甜甜的微笑 在怪物城对付尹王的时候 美艳羊的圈圈还没有解锁战斗力 所以就先和小莫一起躲起来 尹王把其他勇者搭到后 看见角落里的美艳羊 便想把他直接打回家 贤阳意识到美艳有危险 但意识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拿起地上的爽身粉 朝尹王扔过去 为了保护美艳羊 他特意把危险引到自己身上 圈圈到处不坏 导致美艳生气离开 贤阳第一个出来缓解气氛 从眼神可以看出 其实他非常担心美艳 没过多久 他就带大家粘了些苹果 特意拿过去安慰他 而美艳羊也一下子 笑了很多气 试意的美艳羊和喜艳羊也很甜 美艳羊喜欢冒险 对打怪物和惩罚 华人非常感兴趣 喜艳羊崇尚和平 总会耐心劝他不要打架 美艳羊虽然答应他 但很快就会暴露本心 在地牢里的时候 美艳羊已经被关得 没有耐心哦 是不是要打雪怪 来呀 我们怎么能够随便看大汗山呢 不过对于喜艳羊的选说 他还是选择了一人 直到进入怪物城 小摩追着他们使劲打 把他们逼到无路可逃 美艳羊终于爆发了 喜艳羊本身就当小 这下直接被吓得用树挡住眼 估计心里正嘀咕着 这个女生好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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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